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 龍水域下半88-101元神納塔5.0版本 火神筒全收集頂級路線 每番P4一完結共108個 好,我們本批來拿一下 龍水域區域下半塊這邊的火神筒 好,首先你跟我打開開地圖 來到這個一系列很像右上角的這個傳送錶點 好,出來之後我們走向我們西產方向這邊 向前走 可以看到我們的下面有一個火神通 然後這邊面前有個草籠 我們變身一下 然後我們朝火神通的方向跳過去 好,走到有個火神通下半 這個前面有個勾所拉一下 拉過來,我們繼續走 走到它的底下 我們先拉一段 然後跳空中再拉一段瞄準火神通 好的 好,拿完之後我們繼續打開地圖 這次我們來到 左下半的這個 天扇的矛點 空中的這個矛點 就是做前置任務 開圖主線解鎖的 我們傳送過來 好,過來之後 我們直接就沿著我們的這個 北方向,西北方向這邊走上來 走到我們的這個 空中島嶼的頂端 這邊有個 變身龍蜥的磚製 好,我們變身一下 閉行機 好,變成之後 就以西北方向走 來這邊有個通道 我們乘坐一下 好,接下來就是自動的 好,我們就不需要操作了 然後它落地就OK了 好,落地走完之後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 西北方向 它頂上 有一個神童 我們先游過去 好,遇到它底下的時候 我們再變成人形 脫離一下 然後我們就慢慢爬上去 就好了 好,我們盤上來 好,拿到這個神童 好,拿完之後我們打開地圖 還是回到之前這個 天上的這個角色矛點 好,這出來之後 我們直接沿東北方向這邊 從島嶼這邊 來,直接跳下去 好,下個神童在空中 好,下來之後我們回頭 好,看一下我們的西北方向這邊 趕快上垂下去 這個有石柱 石柱的底下 空中飄 飄著一個神童 我們慢慢下降 慢慢下降 我們靠過去 好,拿到這個神童 好,拿完之後我們繼續打開地圖 這次我們拿到 右下方的這個 島嶼的這個 矛點 好,出來之後我們面前這邊 需要打 需要打怪 我需要把底下這個怪清理掉 這有機會我對手 說 好,清理完我們開一下寶箱 這邊會解鎖一些 然後連連 草印子 然後接著我們就附身到 這個草籠身上 接著很簡單 我們順著那個印子往上面拉 就可以拿到我們這個 石柱頂上的這個神童 然後再來 OK,拿到這個神童 然後之後我們繼續打開地圖 這次我們來到 左下方的這個 小島上的這個傳送保點 好,出來之後我們直接沿著洞北方向 這邊向下走 可以看到海的對面有個神童 接著我們從北方向這個 融溪上附身 然後我們游過去 好,敲一下 好,這個神童 好,接著我們從 繼續沿著洞南方向這邊 游上 游到這個 小島上 下一個神童再來右邊這個 小島的頂上 好,走大山我們直接跳下來 直接出狀態 然後繼續往山上走 好,兩個南方向一直爬 爬到山底 可以山頂底下這邊有個怪 這邊我們先切出我們這個 儲C 準備打一下 清完這個怪會出現一個風產 好的,我們暫停清一下怪 好的 好,清完這邊會出現一個風產 好,我們從這個風產這邊 好,飛上來 好,現在的話 想開可以開 人人分好 飛上去 好,這個石柱Design 就是我們的一個神童 我們拿一下 好,拋頂樁 我們人再跳一下 好,拿著神童 好,拿著之後打個地圖 這我們來到 上方的這個 激電神像 好,神像出來之後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北方向 面前這邊 樹幹上有一個神童 我們爬上去拿一下 好,攀上來左爪 拿到這個神童 好,拿完之後回頭 洞方向這邊爬到這個花朵上面 好,然後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洞南方向這個有石柱 我們往上面爬 這邊傳好體力 體力不夠的話 回復一下再爬 石柱有一點點小高 好,爬上來之後 我們繼續回復一下體力 好,爬上來之後 好,接著我們 次搖轉向我們都沒翻向 好,看到我們 架康的水面上 還扶著一個神童 我們恢復一下體力就飛過去 好,到位置我們準備下架 好,OK,拿到這個神童 好,OK,拿到這個神童 接著我們打開地圖 這次我們來到 就是 左下 西天神像左下半這個地下的 矛點 這邊是屬於地下的 好,下來之後 我們看到我們這個 南方向 頂下就有個神童 先下來 好,這是我們右手邊的這個 噴泉裡面 這邊有個 通道是通過融蜥飛上去的 好,接著我們沿東南方向 跳下來 在底下 右手邊這個 沿下裡很多融蜥 我們隨便跳位置 附身一下就 就OK了 好,附身一下 吿浮飛望之後 沿西北方向上來 可以有個 加速滑 我們用一下 右邊那邊上來 這邊繼續跳 沿方向跳上來 跳在這個池子裡 然後我們 往上面爬 爬上來 從左邊 西北方向這邊爬到 然後按上 好,準備爬到 右手邊這塊 蛇子裡 然後前面有個 加速滑 然後跳起來 這邊一定要瞄準 不然的話 第二重新跳了 好,拿到這個神童 來,這邊你們進入通道了 我們打開地圖 重新傳回來 好,底下這個毛... 好,毛點出來之後 繼續 放上去這邊 跳起來 這是我們還是要 承托這個... 融蜥啊 去拿神童 好,這裡我們應該可以看到地圖上有 神童標誌了 好,我們現在附體一下 好,附體王 吊轉 方向 風方向這邊 跳上來 欸,這裡有加速房 空中加速房 跳PAD 好,接著我們再從面前這邊 好,跳上來 這邊還有加速房 接著我們從南方向這邊衝過去 跳起來 好,跳到對面這個高處的平台 然後我們在 底下還有加速房 我們再跳一下 可以拿到神童 這邊 不要難跳 大家可以多試幾次 好,拿完之後 我們要沿路返回 跳回對面這個 岩漿池 好,接著我們看一下我們的 東方向這邊 上岸 這邊有個 藍樹柱 我們點擊一下 注入藍樹 欸,這個門口這個 就開了 那我們進來 就可以拿到我們這個 神童 好,拿完之後 我們打開地圖 還是回到這個 地下的矛點 這次出來之後 我們要看 東北發現這邊 也通道 向前走 好,一直走過來 直到看到岩漿池 這底下有個龍溪 我們點擊速生 好,負責王 接著洞道 發向基劇 向前以後 右邊拐進來 這是一個神童 我們拿一下 好,拿完 左左邊 這邊 東南發向 可以看著來 好,距離岩漿石 向上以後 直到看到一個 限制挑戰 岩漿掩漿到這邊 我們變成人 被占據 爬上面前的這個 石壁 爬上了 基里岩的 東北方向 這個洞口往裡走 看到面前又是個神童 這邊我們 找著位置 衝刺 跳過去 所以拿到這個神童了 好,拿到這個神童 接著我們繼續打開地圖 好,這次我們來到 這個 左上方的這個 船上錨點 去拿這個 流泉之眾 頂上的一個 單獨的一個神童 好,神童物質的話 大概還是在 好,給你 差不多 等一下給你指一下 走過來 西南發在 到一直往裡面走 在那個塔的那個 最尖端 好,距離岩的西南發在 通道向前走 走中間 走過來 繼續向前 好,可以 東南發一直向前走 我們通過面前 東南發向這個 籌段 水中這個籌段 走上去 哇 其他的話 暫時想不到什麼 特別好的Map 好,我們 先進入東南發向走 走到水中這個 籌段這邊 綠色的這個籌段這邊 我們從籌段這邊爬上來 好,你直接爬上去 好,先慢慢走上去 這邊是可以跑的 你沒有跑錯角色可以直接用 這邊可以直接跑上去 還挺快的 好,我們爬到這個籌段的頂端 然後爬到這個石像上 然後準備往最高處爬 拿到這個神童 好,我這邊好像 假的有問題 我們從旁邊 從旁邊這個 石柱上面爬上去 中間這個好像不夠 好,我們馬上來拿這個神童 好,接著我們打開背包 核對俠數量 好,那再來 到本P為止 我們一共收集了101個神童 好的,下一個影片見,掰掰